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 今天和大家分享 2019年的果實 2019年的8月15日 我將冬瓜集了 放在地爐上 現在是 2021年的 7月22日 今天是大暑 我拿出湯 還有兩個多月 這個瓜已經放了兩年 還很漂亮 這個叫白喜冬瓜 我摘的時候 35磅 現在放了兩年後有幾個 怎麼開的 好像要人手 那麼久 你 現在的瓜 是 27.2磅 27.2磅 即是不見了 多少磅 即是不見了 7磅 差不多 之前35磅 35磅 放在那裡 即是不見了7磅 是啊 即是乾了7磅水 那 這個瓜放了這麼久 但是呢 我 去年 一共收了兩個 這麼大的 那去年呢 就吃了一個 那 那個 質還很漂亮 你 夠力嘛 嗯 嗯 還很清香 你看 你看裡面呢 光到已經收光了 那麼 其實最好是什麼呢 那種子 這種子呢 擺了這麼多年 它吸收了 所謂 日月精華 那 其實這種 種子的發芽率 是很高的 那 現在我們先拿種子 先 收了7磅水 那瓜空 是很高的 那 現在我們先拿種子 那 那 是很高的 那 是很高的 那 是很高的 那 那 那 就是兩年了 哈哈 還差 還差 三個月左右 兩個多月 三個月左右 總之到八月十五 就是兩年了 一路就這樣擺 給市民餐 你這樣咬 不是圓咬 圓咬 圓咬 OK 那 那 我個人覺得 這一天白皮冬瓜 就好吃 黑皮冬瓜 白皮冬瓜吃下去 口感 就硬 有些口感 黑皮冬瓜吃下去 口感 就碎 黑皮是那年長長的 那些 所謂 黑皮冬瓜 其實是 叫做廣東黑皮冬瓜 Kristine要魚 嗯 Kristine要魚 當然 魚一塊 給Krist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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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處都很漂亮 Kristine 給Kristine 給Lora 嗯 Kristine Kristine 好 趁新鮮 不是新鮮 擺了兩年 哈哈 跟人說擺兩年 敢不敢吃 哈哈 哈哈哈哈 在燒辣店 買一隻鴨 叫師傅 給鴨汁 跟著回來 拔 很棒 好 那 今天 和大家分享 這個擺了兩年 差不多兩年的冬瓜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